李亚鹏又被爆料了 从年前到现在 这已经是爆料人周小云爆料李亚鹏和 燕燃天使基金系列的第五播了 不但爆料没有停止的趋势 而且料也是越来越猛 这次不光是李亚鹏 连刘嘉玲 陈嘉英 邓超 赵紫棋 井冈山等等 经常参加燕燃天使基金 特别是慈善活动的明星们 这一次也一并被爆料了 爆料人说 如果不是这些明星乍捐 就是李亚鹏侵吞了这些明星的善款 这位爆料人是怎么得到 这么劲爆的结论呢 一起来看 在第五季的爆料中 周小云称自己获得了燕燃天使的核心材料 也就是燕燃天使基金 自2006年11月成立以来 至今全部的捐赠清单 共计3217页原始文件 172294条捐赠记录 这些文件看似绝密 但其实在红十字基金会的官网上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下载 随后 周小云使用了比较原始的比较方法 即从过往对于燕燃基金 慈善晚宴的媒体报道中 抽取明星捐款的数据 在于捐赠清单中的数据进行比对 没想到发现了不少有出入的地方 比如2009年燕燃慈善晚宴上 王菲和陈一迅的经纪人陈佳英 以300万高假拍下李亚鹏王菲 一对爱女联手绘制的胜礼之评 当时的场面 被所有媒体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你懂吗 现在代表我们工作量要越来越多 对 这个300万你也有出 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也很 我觉得做生事是真的很开心 原本是在彼得 但是KT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我也恭喜他拍到 但是在2009年的捐款清单中 却没有陈佳英的300万 而且2006年到2012年 全部捐赠清单中 都没有这笔记录 捐赠清单显示 陈佳英在2010年10月27日 给燕燃捐款150万 时间金额都完全对不上 与此类似的还有刘佳玲 2006年拍卖油画的50万 和2012年拍卖画作 连堂清去的120万 也无法在捐款清单中 找到相对应的记录 清单中与刘佳玲相关的款项 只有2007年12月12日的 一笔20万 除此之外 媒体有报道 但清单无记录的还有 赵紫棋 2010年的2万 和邓超 用于认捐燕燃天使儿童 医院病房和手术室的 至少10万元 甚至北大药业2009年 捐赠的5000万元 巨额药品 在捐款清单上 也变成了2009年 11月27日的50万 和更名后捐赠的641万 加起来也与5000万相距甚远 就连李亚鹏本人的捐款 在清单上也名不符实 在2006年11月 所有关于燕燃天使基金 成立的报道 包括燕燃天使基金 自己的宣传 均称是李亚鹏王菲夫妇 捐出100万 发起设立燕燃天使基金 但清单上 却是在一个月之后的 2006年12月15日 李亚鹏捐款40万元 周小云的这一大段的分析 一经发布 就受到了网友热议 很多站在燕燃这一边的 网友认为 明星捐款很可能 没有完全进入捐赠清单中 对此周小云也有一番解释 燕燃天使基金 是挂靠在 红十字基金会下的项目 所有的财务都必须 经过红十字的账目 而不能不允许存在账外账 所以红十字基金会 官方网站所公布的 燕燃捐赠清单 就只能是它全部的清单 否则燕燃就没有如实想 而对于这些找不到 记录的捐款去了哪里 周小云提出了两项设想 第一就是明星集体诈捐 就好像让子弹飞里江文做的那样 拉拢豪身交税捐款 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 得钱之后豪身的钱如数奉还 百姓的钱三期分成 另一种则是李亚鹏本人 侵吞了这些款项 尽管周小云的推论 看似证据确凿 推断有理 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这些信息是否具有法律效应 仍需认定 记者也尝试联系了失踪捐款 数额最大的陈佳英本人 但对方表示 钱是捐了 其他拒绝回应 验人方面仍然保持着沉默 据内部人员透露 周小云这种并非专业的统计方法 忽略了很多基金运作上的流程 因此才会有表面看上去 的这些漏洞 验人一直没有回应 是为了避免耗费一波接一波的经历 目前已有上级主管单位 介入调查此事 验人也在等待主管单位的权威结果公布 新闻在线 综合报道 大家现在行请 时代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